請各位連到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裡面 雲端上面就輸入gg.gg 蠻好記的,我是建議你就是 把它寫在你的筆記本上面 或者甚至可以把它拍照下來,以後不要再找不到 不要每次上課 都還要再問一次說這個網址在哪裡 名稱的話就digit,digit的話就數位 數位畫到 編輯,編輯應用,所以就取了一個比較好記的名稱 進到這邊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們其中 考以前的Excel的題目 在這裡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把這個題目先下載 或者是說你有隨身碟的話可以把它記下來 要不就是直接在雲端上直接把它打開 我的習慣是把它彈出去 在新的視窗上開啟 這個題目 我們要練習的練習檔在哪裡 就在這裡 所以待會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把它按右鍵下載 或者直接打開下載可以 這個練習檔裡面 我剛剛講的總共有 25道題 所以你把按右鍵 解壓縮 裡面的話就會有 我們需要的這些所有的題目 你可以看到一類剛好就5題 雙數題 102 到110 一時類推 總共2 3 4 5 總共加起來的話 應該是25個題目 25個練習檔 然後對應到的就是 25道的題目 今天的話也許 今天第一次上課 我們原則上就開個頭 所以待會請各位 開啟 102題 這個是題目檔 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完全 沒有 做 完的結果 做完的結果的話基本上 我這邊有一個完成的檔 長得就像這樣 這個是還沒做 這個是做完的 還沒做 做完的 OK 那兩者之意有什麼差別 其實 它的題目裡面 會給我們一些訊息 所以你就把這個題目 打開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題目部分的話就是在 102 所以你往下卷動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102 那你可以 它上面有個題目說明 不過這個題目說明其實 倒也不 不需要特別去 去 它上面有個說明 它模擬一個情境 它說什麼 常勝高爾夫球場教練 想分析什麼 1934到2009年 就是美國的高爾夫名人賽 歷年穿綠夾克 其實就第一名 所以 這有名詞綠夾克 這是第一名的成績 然後利用什麼 利用一些 當然 你用那個數字 你看數字有時候不如看 圖來的更直覺 所以這裡面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美化之後 旁邊可以 做出類似像這種 有點像什麼 這應該是手機上面 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圖示 就是越多 表示 有沒有 數字的多寡 可以從圖上面 可以表示 那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從 這邊 那第一個 這個我想 你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錯達虛知 就是把那個 題目 檔先開起來 最後它是希望我們可以存檔 存這個名稱 本來開檔名稱是 EXD01 存檔特別的 不要存這個檔 我們以後的話 乾脆就存 存成什麼 如果你做完之後 假設要繳交那個 練習的作業檔的話 那你就另存新檔的時候 記得把它改一個名稱 例如102 那以後的 命名的方式 你就叫什麼 乾脆這個名稱叫 102 後面加一個A 所以以後以此類推 假如說 練習完之後 的存檔 命名方式 就不要按照那個上面講 用我們比較 習慣的方法 所以以後 每一題 的題號 後面加一個A 就是這種存檔方式 那 再來的話 我們 大家來了解一下 底下就是 設計項目 也就是說 我們 的題目 總共會有幾題 126 這邊切過來 這邊7跟8 8的話是最後存檔 不過存檔也是一樣 叫我們存成Excel Exa01 你把它改成102A 然後呢 我們就是要分別 按照題目的 要求 分別把它做完這些事情 所以待會 請各位稍微熟悉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先試著自己做做看 因為它題目 有時候敘述 你要了解它 恐怕還是要對照一下 當然最好 假如 因為它這個題目 必須要切來切去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覺得切來切不方便的話 你可以拿 你的手機 直接把手機上面 也可以顯示 這個文件 然後再 再接著做 練習也可以 裡面呢 這邊有提到說 第一個要在第1列跟第2列中間 插入一個新列 再怎麼做 然後分別的話 做這些事情 再來第2個 一時類推 請各位先試著了解一下 並且 把這個 練習檔先下載 然後找到102的這個題目 打開這個檔 試試看 畫面先滑 對 如果可以 你就 先試著怎麼樣 試著做做看 如果 可以 把這個 按照它上面要的 你可以 通通做出來的話 表示說 你對於以SEL 應該有一定的了解 因為早上 其實我們早上上課 也是講到以SEL 不過那個以SEL 比較是強調 函數跟 那個 VBA 但是 這邊的題目 可能 牽涉到的又更廣泛 有些功能 可能 早上沒有講到 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補充 OK 請各位 試著把 題目先下載 先了解一下 好